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天气状况就渴望逐渐的恢复稳定了 但是在清晨南部的沿海地区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另外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所以提醒南部沿海地区还有山区的农友们 还是要记得多加留意短时间比较大一点震雨的状况了 那么另外明天因为高压增强的关系 所以各地渴望逐渐的有阳光露脸 而且日照也还蛮强的 所以提醒大家要多加注意气温又会明显的升高 同时日照很强的状况恐怕对于作物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建议这个幼苗期作物要适度的像照片上面这样子 适度的遮印减少日照的伤害 另外温度很高也要记得加强通风来协助降温了 那么另外这样子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种植稻子的农友们 多加留意稻热病的状况 同样的也是要确实清除田间稻日病的感染源 这样子的天气还会持续好一段时间的 大家务必要多加的注意了 好那么刚刚提过了明天开始 台湾东方的太平洋高压就会逐渐的增强 新生笼着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台湾各地又会恢复到比较典型的夏季型天气形态 白天高温炎热 中午过后局部午后雷震雨的这种天气状况 这样子的天气还会维持好一段时间 再加上西南风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刚刚提过了中南部沿海地区 清晨的时候会有一些短暂震雨 另外中午过后在靠近山须的地方 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未来这几天天天的天气状况 其实都很类似的 有下雨湿度就很高 再加上下过雨之后又有阳光加温 温度又解节升高 所以未来这几天都是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 这样子的天气很有利于一些病虫害的发展 也是提醒大家这几天 务必要记得加强一些防治的工作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崩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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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